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队正在备战5月份的视频赛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面对日本这些对手 打败对方拿到更好的成绩 而就在最近在我们努力备战的同时 日本队这边整个拼谈也发生了一个洗牌和大变天的情况 不管是他们的一哥一姐还有一些王牌主力 在最近都发现了非常大的一些被动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小兄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备受关注的石川家存 已经是正式宣布退役 那么作为日本队这么多年的一个大工程的话 其实石川家存也算是日本队的一个传奇了 这一次他突然宣布退役的话 对于整个日本拼谈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且他在过往最好的成绩 曾经拿到过奥运的亚军 也拿到过日本锦标赛的五冠王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的一个突然的宣布退役 对于整个日本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最近随着石川家存正式宣布退役之后 他在世界上的排名也是正式被除名了 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消息 除了石川家存选择退役之后 那么另外一方面 日本队在最近是完成了巴黎奥运会的选拔赛的一些重要比赛 那么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护上损斧 以及早田希娜的一个整体表现得非常出色 最终拿到了这一次选拔赛的冠军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外界普遍认为 日本队的一哥一姐也正式开始异位 首先早田希娜在最近已经取代了伊藤美城 站在了日本队的一个海报的中心位 另外一方面的话在最近水谷损也批评了张本志和在近年 没有任何的一些进步 反倒盛在护上损斧 那么尤其来对整个日本拼谈来说 也知道了到底谁才是他们接下来的一个接班人 值得关注的是 那么就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了张本志和 除了说在国内的一个成绩被受关注之外 那么在最近他还回到我们中国这边 参加了某个俱乐部的一些开业仪式 而且是为这个开业仪式担任这么一个推广人录制了一个特别的视频 来通过这样的一些推广传播 影响吸引到更多的一些球迷来支持这个俱乐部的一些相关商业活动 那么从这个举动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张本志和在最近两年的话 其实除了发展他在日本境内的一些事业之外 也开始把这个事业的版图扩展到中国 而且接下来也希望通过各方面的一些发展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这样一来即便是将来真的是没有能够在日本队这边的占据主要的位置 他其实也可以来到中国队这边来捞金 也可以寻找到更多发展 也可以寻找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那么这一点对张本志和来说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总的来说 随着这一次的比赛即将到来 日本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情况 也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日本队接下来的一些成绩 我们也期待了这一次中日能够再度上演巅峰对决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